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在美濃的街上 各家的棉帕饭店可是各有千秋 街上就叫做给烘 给烘就是街上了 你刚刚提到了汤头 其实有的业者 他们特别是用大骨或是排骨来熬汤 因为这样子汤头才会很浓郁很鲜美 而说到了排骨就是排骨 排骨就是排骨 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 就是用排骨炖汤蒸好喝 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 用排骨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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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狗狗工好发带你一块来品尝瓣条 你看 这美濃的鸡红好特色 很多棉帕饭的店 你觉得要挑哪一家 我觉得每一家棉帕饭好像都不错 很够 不错 赦 准备走 吃 während瓜 小花,我點了一個乾的麵趴飯 所以我點了一個排骨桶 我點這個桶耶,麵趴飯也很好吃耶 看來這桶耶跟棗耶都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美濃板條 真的是香氣四義讓人垂涎三曲 對啊,所以我每次到高雄出差的話 我都會特別讓我去美濃解解禪喔 我覺得這個美濃板條 趕緊幫大家複習一下這些和美味相關的客家話吧 板條啊,北部的人會叫板條耶 那麼事實上呢,在美濃還有六堆呢 大家會講說是麵趴飯 麵趴飯就是板條了 而另外呢,湯頭也很重要喔 有的業者特別用排骨來熬湯 排骨就叫做排骨 排骨就是排骨喔 但是每個人製作方式不一樣 也因此在美濃街上板條店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街上就叫做給轟 給轟就是接上了 那今天呢,我們要教大家一種句話呢 就是用排骨燉湯蒸好喝 這句話怎麼說呢 這句話應該要告訴大家的是 用排骨燉湯動好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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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勾勾工好發 就帶你一塊來品嘗美濃最好吃的板條囉 我們下次見,拜拜